今天我们学习大决心 我们的材料是国内出版的东西 这个也为我们的这个教学提供了个安全 我不是故意要这么做的 我不是故意 因为前些日子有国外人找过我 比如我在网上上课 我使用的什么材料 他们很担心使用美国的材料 我老子里头以前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我选择材料的目的是 是为了方便基督徒去买 你选个美国材料怎么样呢 你的弟兄姐妹到哪里去买呢 对不对 我到哪里去买美国材料 第二个老师讲课同学们学习 不管你在我这里学习 还是在别的地方学习 你不要受交财的束缚 知道吗同学吗 你不要受交财的束缚 如果你说交财的时候 你老自己会变死 你个死老子 我给你们骂人的 就死老子 交财就像一个什么样的 你坐桥要有没有 我们过马路啊 我们要过桥对不对 有的时候你遇到河 遇到跨山 岳嶺呢 你要过桥 你要过去对不对 那桥重不重要啊 重要 但不是最重要的 在这样的时候 我们通过这种桥 到那一边去 这个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理解我这句话没有 需不需要桥啊 我们走路需不需要桥 不需要桥 你怎么不去游泳过去啊 你怎么翻山越岭啊 你肯定需要个桥啊 对不对 这就是交财 但是怎么样呢 你不要被这个交财捆过 你一直呆在这个桥上面不走了 你要过到那一边去 你要过到那一边去 你就自由地去学习知识 老师要使用教材 要不然我个人在这里讲呢 有个人有些人吹牛啊 我站在教室里头 我就是教材 我相信讲这话的老师 肯定是很有水平的 没有水平的老师 他肯定不敢随便这么讲 但是作为学生 他还是要看的东西 我都要住的东西嘛 学生不能每天住在你们家啊 对不对 他不能住在老师家里头嘛 你也不可能24小时给学生讲课啊 还是学个教材 那我们这个教材呢 你不要说它限制啊 是我能够掌握到的呢 比较好买的 你比较好懂的 背后有好多好多的问题 引导我们来突破教材去思考很多问题啊 但我们这个教材 我讲教会历史一定是建立在呢 圣经的历史基础上面的 你的圣经要很熟悉啊 否则你都跟教会的这些现象呢 反正都是现实嘛 管他这个中哪个派啊 不是为了啊 你这么想就 就没有学习的必要了 对不对 对不对 就像街上的人都喊爸爸 都喊叔叔阿姨 有什么区别的 都是叔叔阿姨对吧 认识的话不认识的话叔叔阿姨 那跟你家里的亲叔叔是一样嘛 跟你爸爸的弟弟是一样嘛 你爸爸的弟弟你也叫叔叔啊 你妈妈的妹妹你也叫阿姨啊 那个阿姨跟街上的叔叔阿姨 是一样吗 是一样的吗 他都是叫叔叔阿姨啊 好我们就开始了大考 问在天上的父亲 帮助我们同学学习历史 习惯上这个历史课啊 让我有热情啊 准备好啊 跟孩子同学们上课 他们透过历史 养成一个思考问题的习惯 就是有历史的深度啊 然后在历史有兴趣 当他们上完这历史课了的时候 他们愿意进一步啊去探索啊 去了解历史上的人和事啊 能够反噬啊 现在教会的现象 能够反噬这个世界的现象 祝你带领和帮助我们 看过我们 祝你带高费耶稣基督的名称 安大 所以教材是国内人工说蛮不错的啊 前些日子 我查我国内教材是这本书 是国内出版的 他就没意见了 那有一些使用别的教材就出现了问题 我就不讲别人了 我没有这个想法 或者说因为我是搞中文教育的 我培养着学生 你要是要腐蚀中国人 要腐蚀中国的灵魂 我没有什么投机取巧 担心祝福来查 所以我就实现这些中文教育 我知道还有英语教材 但是也很贵 不但很贵 而且很难买到 我们今天给大家讲新型的国家教会 不错了 我们讲教会的大觉醒 大觉醒是什么意思 觉醒是什么意思 觉醒的人是活人还是死人 肯定是活人 只是睡着了 知道吗 觉醒这个词语 以前是个人 现在怎么样呢 醒过来了 这叫大觉醒了 对不对 他以前是基督徒 或者说他已经信过耶稣了 只是怎么样呢 最近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去教会了 干嘛去呢 家里有些房子 这些人很久没有 为什么没去教会呢 这孩子打破下来很多事情忙着了 也没去教会了 多少时间没读圣经呢 大概一两年没读过什么圣经 这些事情为什么 最近跟老婆离婚了 就是基督徒活得不像基督徒了 你看睡着的人跟那死人有什么区别 但是睡了的人跟那死人有什么区别 我们中过了一句话叫什么 人睡如小死 谁说这句话没有 人睡如小死 人睡了 有一些基督徒 活得跟非基督徒一样 但他是基督徒 因为他是活人 他像死人一样 活得像个死人一样的 就像一个人睡觉睡得很深 不过天了 白天玩得很兴奋 一天了就追追杠杆 回来就打球 打得满头大汗 晚上回来休息一下 洗个澡呢 睡觉 为什么 趁晚上八点钟 睡到第二天 早上怎么样了 八点钟才起下 连续睡一十二个小时 有人也这么厉害 而且睡得很香 按我这个睡得很香 有人给他感觉怎么样呢 像不像死人呢 除了鼻子还在呼吸以外 他像不像个死人 他像个死人 就用中国人说 人睡如小死 大觉醒的运动呢 就是针对这些基督徒 这一些 在教科门前徘徊的人 活得像死人一样的人 活得像死人一样的人 来一次大觉醒把他叫醒来了 在我们生命当中 有很多这样的 基督徒的时候 那我们怎么办呢 今天我们来分享这个话题 这些人应该怎么办 昨天晚上 我下午吧 我发了一份材料给大家 就是爱德华子的讲道稿 罪人落在愤怒的神手中 这篇讲道稿 就是个什么呢 就是把大家给叫醒来了 知道吗 把那些 以前是基督徒的后 把他给叫醒来 我们学到这种段 一个经常要互相教醒别人 有一些人睡着睡着 有一些人就睡过去了 就睡死了 真的变成死人了 有一些人可能会醒过来 但我们不知道 因为人睡如小死 你到底是睡过去了 还是死人了 你从来看不出来 我们不能跟耳光骂别人了 仅仅在睡会儿 人有时候没有基督的爱啊 就管谴责别人 这是不好的 你要叫醒别人 用神的话语 用神的道去叫醒别人 为什么牧师要去探访人呢 探访人就是为了叫醒别人 为什么加紧敬拜呀 叫醒你的亲人 叫醒你的家人 因为你不知道他什么事 又睡着了 人啊在生活中 走天路他很疲劳 你不是说他不是基督徒 他就是很疲劳 他或者跟那个非基督徒死人一样的 我们看了这种 大觉醒运动是怎么醒起的 你先去明白什么叫大觉醒 在目中 同学们 大家准时来上课 准时上课 为殿下名 刘正明周路喜照一路 深入喜 欢迎你们 蔡依诚 吴启生 何启文老师 陈寅诺 还有个M是哪一位的 M是哪一位的 分啊 M是哪一位的 马来听 一位的 马来听 一位的 各位 当时人为什么会睡觉呢 洗脑 还有呢 其他的呢 一些麻醉剂 麻醉药 烟熏 熏着熏着 有些人听音乐 听着听着就知道了 有一些人坐车就睡着了 有一些人坐在那里头 没什么事 你不知道什么原因 他这么来 他就睡着了 有人听课听得很无聊 他就这么睡着了对吧 那么当时的欧洲 以至于影响美国 有两者的思想 两者什么思想呢 以前跟同学们讲过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一个叫自然神论 一个这样子理性主义 让人睡觉 让人睡觉 自然神论是什么呢 我先简单的讲 后面题目里再详细讲 就是相信有一位上帝 这位上帝呢 他创造了宇宙万有 就像他闹这么样的 他跑了 他不管了 这个宇宙随便像他闹着一样的 转到哪一天没有电了 没有能量就停了 那进入到世界上面怎么样呢 你要对自己负责任 你不要说什么信靠神 什么信靠神 你就是靠自己 怎么靠自己呢 你要相信也有我隐魂的上帝 你要相信 灵魂是永恒的不灭的 第三 你要过有道德的生活 你要过高尚的生活 要有爱 要有信心 自信也是信 他那个信 怎么呢 跟我们信靠神的东西 就是去个心里 要有自信 要培养自己的自信心 培养小朋友的自信心 要信 要爱 要充满希望 要充满希望 要互相团结 要捐款 要帮助别人 等等 然后你就会得救 你相信有什么 这叫自然神论 理性主义呢 世界上面 什么东西 要靠理性去检验 比如说 要靠理性 怎么去检验呢 你要靠逻辑 要演绎 到小老师上逻辑控 要在大学里头 要是数学的训练 所有的科学 要是数学训练 所有的文科 要是逻辑的训练 你要知道一个东西是对的 你必须证明它是对的 我已经思考了生活 是不值得生活的 必须所有的东西都要证明 就这样的 就理性主义 没有结构证明的东西 你要告诉我一个东西是对的 你要说服我 用你的逻辑 用你的事实 你要说服我 我才信 我才听你的 这理性主义是这样子的 教会里头就充满了这种东西 充满了这种东西 这些东西 严格来说是一端 但教会里头有时讲到你听不出来 在生活中交流你听不出来 有一次我讲了一个理性的 在国内的中国的一个弟兄跟我跟我谈 我跟他交流 他问我什么 因为不知道什么事情 问我 我也忘记了 然后我把圣经的话语 带给他看 圣经的话语给他看了 我说圣经为什么是这样的 因为圣经这么说的 你继续说 能够说服我 那个时候我就感到很气愤 他不觉得我感到很气愤 但是我感到很气愤 为什么 因为在我形成上帝的话语 是最够的权物 当上帝这么说来的时候 这就是终极答案 他还要我说服他 小弟兄你继续说服我 我就想骂他 因为你在藐视我的神 他是个理性主义者 知道吗 理性主义者 你用神的话语不能够说服我 你要讲道理 讲的说服我为止 这叫理性主义 知道吗 听懂了没有 听懂了没有 神的话语不是最够的权威 讲道理 逻辑才是最够的权威 叫理性主义者 那么这个教会就变成一短 但一短怎么样呢 他没有感觉 没有感觉 有一些人是一短 有些教会已经变成 正在变成一短 还没有感觉 因为 刚才讲的就听着蛮有道理的 对不对 然后一个现象出现死气层层 听到 听到听到乏味 没有灵性 讲道没有生命 就是这样的 奥古斯丁这样认为 加文这么认为 安德华兹这么认为 这么认为 这么认为 逻辑严格的说 我们从圣经神学 这么说 那么小朋友 我年轻的听到毫无灵性 就是一连串一连串的道理 你听起来呢 你也说不出他 尤其是你没有很好的圣经装备的人 你也听不出他有什么错误了 但是呢 你就想打瞌睡 你就不想来教会 每次来教会怎么样呢 啊脚呢 好像每一次脚有五百斤一样的啊 活不动不想来 但是呢也不得不来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是基督徒嘛 要走出去敬拜神嘛 对不对 可是来的 纯属乱费时间 什么都没有得着 有的时候处理 红旗像末世飞行个十分之一啊 那个呢就走 这个聚会啊 变成了一个重担 一个恶 那么我真的有事情的时候 我就来不了了 我家里还是生病 对不起 我被人来教会 然后呢 当晚上失业了啊 没有工作了 老婆啊 夫妻呢 因为你没有属灵的喂养啊 你生命里头 没有得到神的话语啊 你没有得到 圣灵的安慰 你夫妻就很容易吵架 孩子很容易调皮捣蛋 是吧 你家里怎么样呢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啊 那是靠神口里所处的一切话语 知道吗 你没有神话语的喂养 你俄语不会断装送福的 你夫妻不会和睦的 你生活不会有平安的 可能你比较赚钱 可能照样你赚了钱啊 因为是不是有一些事情 不需要啊 什么呢 不需要 不飞机的时候 他也赚了钱 那不信耶稣都能赢发财的 这都不一定 但你活着呢 生活干苦焦虑忧愁 你没有安全感 活着没有安全感 你知道什么叫没有安全感吗 那小朋友说 在教会里的很容易哭 你知道吗 有些小孩子在家里面 像明明没什么事 但是一旦来到教会来到什么 其他环境 他就喜欢哭 为什么哭啊 他家里不是很好吗 因为他没有安全感 他为什么没有安全感 因为他父母就没有安全感 人父母没有安全感 这个孩子这种焦虑的情感呢 就传递给他 他一旦离开他熟悉的环境呢 他就很容易哭 大人不会哭啊 但是呢 他会抽烟呢 或者做别的一些动作来掩盖他的焦虑 这样的 那么当时的欧洲在追求什么呢 他们受到了希腊人的影响 启蒙运动的影响 相信知识就是力量 人在世界上来追求的是知识啊 我不是说知识不好啊 我没这么说啊 知识就是力量 然后呢 大家听过麦克尔吉克生的这歌吗 We are the world 我们就是 中文翻译要拯救世界啊 这个世界不需要耶稣基督来拯救 也不需要什么造物主 还是别的什么拯救 我们自己就是世界 我们自己来拯救世界 自己啊 我们自己拯救自己 We are the world 然后你存在的价值 你是个活人 不在乎你有基督的生命 不在乎你生命里头有什么 话语再回来你会思想啊 我思不我在 知道吗 我思不我在啊 就是你有思想 你能够反思证明你是个人 你是有灵性的啊 我们的灵 那我们经济说一个人是活人啊 在基督里是活人 一 他敬拜神 二 他里面有圣灵的工作啊 神的话语在掌管他的生命 那这么来这是个基督徒 但现在不是这样子 是你有没有思想啊 你有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才证明你是个人 看到没有 这就是理性主义啊 到欧洲教会是这样的人 然后我要不到 我要讲用哲学的方式不到 要透过哲学来吸引知识分子规属 那么这听了以后就证明了 人的兴趣和爱好 就不再基督在神的话语基督上 你知道吗 当然哲学来不到的是 人不再基督在神 那么世界上面的什么 洛克啊 还有什么孟德斯鳩啊 富尔泰啊 狄都罗啊 康德啊 啊啊 还有啊 普罗泰基拉等等等等 我跟你讲连串各种 哲学家的名字 然后呢 你就识别 那么圣经呢 就放在一个很不重要的位置上面 进行比较啊 一个比较 那么圣经呢 比较高明啊 你就慢慢的 你属灵的生命呢 就退缩啊 你关注的话题 就是社会公益 慈善啊 人类啊 科学文明发展的巅峰 哲学发展的高峰啊 还有政治啊 伦理发展的高峰 然后呢 圣经呢 你可能还是基督啊 但是呢 人家挤压了 本来你每一天啊 吃什么样呢 吃青菜 吃瘦肉 吃鸡蛋的啊 现在呢 你还吃糖果啊 吃蛋糕啊 吃外面的烧烤 吃麻辣烫 还吃什么呢 请问你的身体还健康吗 还吃啊 饼干 还要吃烤薯 烤薯片等等的 这样的东西 你就变成个扎实的了 你知道吗 就是你的生命呢 就是呢 你胃就饱了 你很容易入睡了啊 就是这样子 整个社会呢 失去了信仰的热情 新教徒运动啊 比如说 英国到了马太亨利时期啊 就没有清教徒 就清教徒运动到了第三 第二代冷了 第三代呢 就没戏了 大家呢 失去了信仰的热情啊 信仰的热情 整个教会生活呢 处于一种低差状态 这个是七十世纪啊 到十八十世纪时间的 整个七十世纪啊 三年宗教战争知道吗 三年宗教战争是160 160到1630年代啊 这时期 那么整个欧洲和美国教会呢 宗教徒的第二代第三代呢 就陷入这种低潮的 就没有清教徒运动了啊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有一个人叫怀特·菲尔德 怀特·菲尔德呢 他原来属于圣公会的啊 他是牛 他是牛津大学的学生啊 他相信啊 他们在牛津大学呢 有七个人 大概七个人啊 一个是威斯里 查尔·威斯里和约翰·威斯里 两兄弟啊 他们搞了一个小组啊 叫做圣洁会啊 又叫做巡归岛 寻规岛 他们严格地按照圣经来生活啊 他们严格照着圣经生活 就别人去嘲笑他 劳谷版的 没意思 像你们这样劳谷版的生活 没意思 没法味啊 除了学习啊 他们就喜欢的 就发福音单章啊 跟人家分享圣经啊 然后勤奋学习啊 早睡早起啊 很严格地过来在清教徒生活 其实清教徒是让人讨厌的啊 早睡早起天一黑啊 我就不在上班了啊 就陪老婆儿子啊 点着吃个晚饭啊 休息一下 然后呢 给你朗读圣经啊 查看一段经济话语啊 然后呢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的清早起呢 我自己临休 祷告读经啊 然后呢 开始一听的去干农活啊 去干活啊 然后呢 老婆孩子 老婆在家里啊 喂孩子啊 养生口啊 这么这么这么的 然后呢就晚上呢 中午呢 回来吃个饭 要干活就回来 就这种刻板的生活啊 这清教徒的生活啊 我们今天是 中国人是义共好隆的 我的观察啊 所谓清教徒 翻译很多书 都是义共好隆 没有几个人真正的 会去去去去行动的啊 那么不喜欢这人 就到怀特菲尔德 他们这个年龄啊 这个年代啊 凯特菲尔德是啊 1714年出生在啊 活了86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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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呢 因为他从小呢 生活比较贫困啊 他读书很不容易啊 他读书不容易啊 他是属于圣公会的 圣公会的时候 他为什么变成改革中的圣公会 不是那个 英国国教嘛 是的 他本来不是改革中 因为他过很尽情的生活啊 那时候受英国国 他主要是主要的啊 马太亨利的圣经注释啊 马太亨利圣经注释呢 他是改革中信仰背景的啊 那是这么回事啊 他呢 呃 就发现啊 一个教堂里头的死气层层 大家呢就是这 末世也不会在外面去传福音 传道啊 就是在教堂里头啊 讲一些高尚的道理啊 大家听得来昏昏入睡啊 里面没有什么活力啊 他就想到呢 去传福音 看到那个 街头下面啊 那些矿洞啊 银骨的矿洞啊 汗流满面啊 脸脏脏的 根本就不可能来教会聚会是吧 啊 那有些在那个沼泽地里头啊 啊 啊 种地啊 农村里头嘛 那么呢 他就在农村啊 到跨越里头 跟人家到跨越 跨山里头 跟人家不到啊 而且愿意听福音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主生就是信耶稣的 他们的爷爷 他的爸爸就是信耶稣的 他们也是信耶稣的 但是是怎么样呢 一个教会里头没有到会去 讲来讲去都是一项独立的东西 或者大致他们扑着法外的东西 第二个他也没有时间去做 为什么 英国已经开始工业化了 那个时候工业革命了 他们要去干活 要养家糊口 有时候工作了有十几个小时 怎么 那个时候没有劳工保不法 那么这些人想听到什么 怀特菲尔德就去讲道 到跨山 到跨野 到那些苦难的弟兄姐妹心中去讲道 讲道就是什么 讲到他们一个个内流满面 因为他们本身就渴望耶稣基督的 他只是睡着了而已 所以怀特菲尔德就旅行不到 他一生最少有七次以上的 在美洲旅行不到 在新英格兰 在乔治亚州 有时候听着有两万 他嗓音很大 就是很奇怪的 大概时候没有什么扩炎器 没有什么话筒 他就是站在比较高的地方 嘴巴跟人家讲 一直可以对两万人讲道 我没有想 我无法想象那是个什么样的嘴巴 那是什么样的嗓音 我见过我外婆的嗓音很大 他不信耶稣 有过人 到小时会去过世 他讲喊话的声音 可以两个村子才能听得见 我相信怀特菲尔德是他长大嗓门 他带领了整个美洲复兴 他过世的时候 他的实体就埋在美国南方长老会的一个讲台下面 因为人家很感谢他带来教会的复兴 带来美国教会的复兴 第二个人我不太熟悉 一个怀特菲尔德我相对来说比较熟悉一点 这个人的作品 这个人的作品呢 到我都没有听过 富瑞宁浩生 他属于河南改革 他属于德国近前派的影响 但是他属于河南改革政教会 他会于新泽西州 这个拉丹利的地方来合伙 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讲员 他强调的悔改归种 他讲到就像烹火器一样的 烹火 他带来了新泽西州 这个地方的改革政教会的复兴 他就是怎么做 我不知道他 那更多的资料 现在我还没找到更多的资料 还有一个叫腾乱特的人 腾乱特他是考在家教育的 他是一间长老会 那个时候长老会没有分立 长老会就是改革政 改革政就是长老会 改革政包括长老会和荷兰改革政教会 那个时候长老会都是改革政 跟现在不一样 200多年轻的长老会都是有改革政 他有四个儿子 一个叫吉伯 一个叫威廉 一个叫约翰和查理 这四个儿子 他还没有送往学校 就在家教育 在家教育怎么办呢 他也没有很先进的社会 就是他家的院子 因为美国的土地很宽阔 也住了个木屋 就是木屋学院 他教到他三个年幼的儿子 在这里学习 还有另外一个别人 就是15个年轻人 跟着他来 叫什么呢 他教育的目的很简单 拉丁文西拉语 西伯拉语 罗技学院 就是培养着人做MOS 科学家 成为什么数学家 或者说做工程师 我这没这么多能力 你到我这里来 我从小就培养你们做MOS 从小培养你们做MOS 那就这样子 好不好 因为我就是上上做MOS的 那么你学习什么 学习拉丁文西拉语 我觉得神学就这样子 为什么 因为你相信预定论 你知道吗 不是改革这种教会的人 不会这么做 因为他相信预定论 怎么样 相信神的预定 那我也相信神的预定 我的孩子 你要祷告 如果神看下你的儿女 将来是要做MOS的 你就过来到我这个读书 你来这个读书 你不要再想很多了 我这几门课 拉丁语 希腊语 希伯来语 逻辑学神学 你愿意来学习 OK 你就不要想很多了 不要想很多了 这样子呢 他这四个儿子 他自己四个儿子 成为了长老会的MOS 因为他从小学习的是怎样 怎样的传福音 学习的逻辑学 希腊语神学 所以这四个儿子 成为了非常优秀的MOS 在木屋学院毕业的 你也没有什么文凭发给你 你也想都别想 这种在家教育就这样 你也想到这个 我去找他 我去找他 什么事 你举手问问题好吗 然后他们呢 也这个木屋学院也英语讲到 带来整个长老会的复兴 从长老来一直到维基尼亚州 是这样的 这很奇怪的 在家教育这个有点 你又在家什么 你没有很多的能力 做别的什么事情 我认识广州有一个教会 他不是改革成教会背景的人 他们教会的人呢 都是搞科学研究 绝大部分人 都是搞科学研究的 所以他们搞在家教育 搞的什么呢 那还别指望这个展示 我医学其他艺术上的人 他也不上了 在家教育 这里给大家提一下 你选择哪个在家教育团队 无论是家长和老师 你不要定目标定的很大 你不要办成一个综合性的学校 像公立学校 你在我这里读书 怎么样呢 我父母是干什么的 家里的孩子 他自己也是做什么的 你没事吧 我在家教育团队 我们拼了 教育团队 要不能把他看一看 他就在乱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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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乱 爱德华兹 爱德华兹 他也是1980世纪的人 他是公立派教会 就改革这个公立派 就是那个 我们以前讲过的 约翰欧文他们的那个团队 认识那个 萨夫伊宣言和那个剑桥宣言的那个宗派 他毕业罗大学 他经过进修 这个人他除了是个神学家以外 是个莫斯 他还是个科学家 他很喜欢科学研究 从后来就是很死板的 在人看的时候 就是平时就是研究 他平时就做的事情就这样子 爱德华只是这个人 平时在书房里头 捕书研究圣经 一天他的工作时间 占少于12个小时 那么一日时间是干什么呢 带着孩子 一日时间就是拍孩子 干嘛呢 到乡街去散步 去观察大自然 就博物 观察树叶 矿山 风光 动物 或者顺便做些什么科学实验 什么的 就这样子 这生活就是他这样子 电影前面有什么问题 找他的陪你聊一下天 或者说偶尔去探访一下 教会里的母亲 他生活就这么了 我说爱德华 有人说是美国 清教徒之内 最后一位清教徒 清教徒的生活实际上面 是很不讨人喜望的 没有说今天去吃喝玩乐 什么的 都是一板一眼的 一板一眼的 那么呢 有一个教会 一个教会在哪里呢 在北安普洞 一个镇上 大概一两万 两万多人吧 两万多人 整个新英格兰地区 当时就是大概三四万人头 他们这个镇上呢 大概两三万人 这个小镇 或者一个小县城 那叫北安普洞 这个地方有一间教会 那教会是谁的模样呢 是爱德华子的外公 他外公模样 那么外公年老了 就退休了 搞不来了 那就叫他外甥过去 这个教会呢 那个他外公是个性格比较柔和 比较容易这个包容 那外公容易包容 那爱德华子呢 是个一板一眼的清教徒 比方说正好一个清教徒 当时新英格兰地区 比方还是流行阿米耶 就是神人要得就是神人合作 那么呢 爱德华子就没有妥协 讲道的时候坚持 讲改革中的信仰背景 用改革中的角度来解释圣经 他脸色比较瘦长 有点藏板 因为比较年轻 他讲神的愤怒 要罪人的赶紧逃离 逃离神的愤怒 这样子就带来教会的复兴 为什么会带来教会 因为新英格兰地区 原来一直有比较好的信仰 随着美国的经济往前发展 那个城市的出现 人们呢 生活 他不再去教会了 很多时候可以去酒吧 有乡村的酒吧 可以玩乐 有一种会 有各种娱乐设施 就越来越多了 还有一些男女 没有结婚 就同居了 大家也不觉得什么事情 然后领生茶呢 大家也没有什么严格的考核以后 才能领生茶 就这么随便了 爱德华子来了就一起严格 就带来了什么教会的复兴 他最有名的一篇讲道 就是罪人落在愤怒的神手中 他讲道的时候也不顾 虽然别人情绪很激动 但是爱德华子自己没有情绪激动 他就是有的时候他就干脆念稿子 因为他就讲章了 先英语写下来写什么稿子 然后在大会上面一念的 一念的时候别人情感反应就很强烈 他自己没有 别人会大声哭这样子 就带来了整个教会的复兴 教会的成员 原来整个新英格兰人有三四万人 到他这个教会里 带了两万五到五万人 就决志加入教会了 决志加入教会 就爱德华子带来教会复兴 爱德华子以后 有没有美国的教会复兴 我就不知道了 没听说过 就说华里克 华里克听说代表美国教会的复兴 但是我们不相信那是复兴 今天他们有人在讨论华里克 牧羊那个马安分教会 带了五万多个人信主 五万多个人比爱德华子还厉害 但是人家不相信 那个是真正的复兴 那个不是真正的复兴 只是人大教会里头增加人数而已 还有美国的分离 也是个说不到家 那那个国家他是妥协了 福音 还有那个叫什么 叫什么美国以前这个整腾的顾问 葛培里 葛培里都信仰方面妥协的标榜 妥协以后就信了 还有现在的那个叫什么 我们不论 不论他是教会的复兴 只是人生增多 第二篇给大家 他这个找出爱德华子的奖上 罪人在愤怒的神手中 然后仔细阅读也感受他 他是讲道的影响力 我诚诚实实的说 首先我这篇奖章 我没有读完 我读不完 我因为为什么呢 倒不是我不喜欢他的奖章 我喜欢他的作品 那这篇作品呢 它是一个不道性的 一个不道性的奖章 就是说你如果还没有悔改 没有真正信耶稣 那你就赶紧要信耶稣 对我来说我已经信耶稣了 我已经认识悔改了 我每天都在认识悔改 马丁路德说 基督的悔改 天国进了 一种悔改 你每天都在悔改 直到绝业是基督再来的日子 这是马丁路德在那个95条纲要里头 对圣经这句话语的误实 批判天主教应那个数罪卷 那如果你没有悔改过的人 或者说很少悔改的人 你读这篇文章 读这篇讲稿 你会感到很震撼 很震撼 我看了绝大部分 结尾的部分 都是讲罪人陆落 如何落在神的愤怒的手中 人这个时间是如何的紧迫 你要抓紧时间悔改 抓紧时间 跟信服耶稣基督 抓紧时间 更是主 你再不抓紧 你已经落在这里 地狱的火 就在我们脚底下面烧着了 只是神托住了我们 祂用恩典托住了我们 你暂时没有死 你暂时没有下地狱 仅此而已 爱德华子刚才讲的 他不是一个善情的人 他是个学者性的牧师 他不是一个喜欢 就是说又奔又跳 像圣上节一样的 做很多的动作 没有 他就是念着 我念给你听 沉沉实实的告诉你 你不悔改就是下地狱 你要现在悔改 那么听的人越这么冷静了 他会感到很害怕 因为你在跟他讲真的吗 是吧 就这个意思 第三 为什么改革运动和接下来的 父亲之后会熄灭呢 我想小一点 话就讲大了 你听不懂 我叫埃德华兹 埃德华兹在北阿努东 他外公的这个教育里 严格在清教徒时期的 管理模式治理教育 他们并没有发明一个新的 东西 他不道 确实有很大的影响力 这个你不能否认 别人也没有否认 百个小教会变成大教会 整个新营格兰地区 有两万五千人到五万人之间 重新加入教会 本着这个地方就三四万人 人不多 整个州 那么这方面是带来复兴 这是世纪 然后呢 埃德华兹严格执行胜利 就是说他和成立了一个小组 就是关于基督徒生活的调查 生活的调查 就是说过去一个礼拜 或者一个月以来 有没有明显的犯罪行为 有明显的话呢 比如说许久 比如说打老窝 比如说非法同居 那么呢 你这个月你就不能够领生产 因为你没有明显的论证悔改 你就在吃火自己的罪 这是耶稣就禁止的 你读一下 你读一下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一章 你自己去读 我就不讲了 严格执行胜利 应该是这样子做的 我也支持 我也支持埃德华兹这种做法 但是绝大部分基督徒受不了 受不了 那么反对埃德华兹这么做的是谁呢 埃德华兹的表哥 他说我们的外公我们的爷爷 都没有这么做 他也生牧师啊 你埃德华兹太极端了 对不对 我打了一架 为什么不能领生产 接着帮羞生命了 我就过分了 为什么不能打一架 我二个时候受不了 我就冲动了 打了一架了对不对 我做了一次九九影响 我领生产 太极端了吧 对不对 反对埃德华兹的他的舅舅 他的表哥表兄啊这些什么的 还有那些熟悉亲人就反对他 然后就在当时啊 新英格兰地区啊 已经开始四手画了 教会里都在唱诗篇 为什么只能只唱诗篇呢 因为原来的感觉中教会啊 长老会也好啊 还有荷兰感觉中教会也好啊 在新英格兰啊 这些北美景都只唱诗篇啊 只唱诗篇啊 只唱诗篇啊 你还现在我现在创作这些诗意蛮不错 蛮好天哪 也很诗篇啊 对不对 你为什么一定要这么这样啊 啊就这样 然后人们的生活真心啊 我在以教会为生存 新教徒一代二代 广到以美国去的时候 他们生活真心是哪里你知道吗 是教堂 教堂一般今天是要盖三层房子啊 第一层房子三层 一般是两层半啊 一般是两层半啊 美国古老的教堂是两层半 第一层大家聚会的会堂 第二层给孩子们呢 啊 上学的啊 孩子们上学的地方啊 就是一个学堂 学堂的教会是谁起嘛 这三层呢 就牧师住的 牧师住第三层 一般是两层半啊 两层半是这样子的 那么教会生活什么呢 教会住在这个地方 那个居民呢 你安排房子 反正你是安排嘛 你去啊 砍树呀 你去建房子啊 你就围着教堂呢 什么啊 住房 教堂一般 处于一个城市啊 一个乡镇的中心啊 这什么点 美国古老的生活房子 就是这样的 因为他们都是来自于美国 或者说来自于英国啊 荷兰啊 欧洲其他国家 他肯定是 不光是 不光是改革中教会的人 其他的中派也是这样子的啊 什么公益会 因为他们都是移民嘛 移民怎么安排房子住 当然是教会部这些啊 是吧 过了一百多年以后 200年以后 不在意教会 我可以喝喝小酒嘛 有酒吧 对不对 有夜总会啊 有其他的呢 俱乐部啊 大家也可以在那里去玩 干嘛 以前随着美国的公益化城 到了19世纪 就是100年以后 更加严重了 更加严重了 所以70世纪开始啊 就是第一次公益革命 第一次公益革命的时候呢 开始城市化和公益化嘛 第二次公益革命怎么样呢 那个城市就更加强大了嘛 教会怎么呢 就推出一个次要的地位了 然后美国到19世纪 到18几年啊 之前呢 是没有圣诞节的活动的 圣诞节是什么 非法运动啊 不光是改革命都是这样子的 其他的啊 尊重圣经的啊 进行会啊 那个啊 包括重启礼派啊 会给会 他们也强调圣经嘛 他们也反而都认为 这是天主教的事情啊 我们不过啊 有时候主日啊 那么一般信徒就搞久了 就感到一样烦你 什么啊 到人的血气来的 都是跟他们感到一样烦 为什么原因怎么呢 就把爱德华这个开除了 爱德华开除了 除了主要的导火线 就是因为他严格的执行胜利 啊 严格的执行胜利 第二个罪名呢 是买书太多了 爱德华的啊 末世的薪水比较高 就成了 因为他教会比较大 教会不是说没钱啊 他在唱啊 你买书太多了 我们教会的人 不需要看这么多书 我看这么多书干什么呢 你买这种书 放在这干什么呢 这是第二个原因 这三个原因 他上孩子生太多了啊 一般来呢 就开始避孕了啊 以前清教徒啊 包括特别是英国人啊 特别是英国人啊 欧洲还差 还还比较堕落一点 就像孩子这么有多少 生多少有多少 没有什么避孕的 这是说法的 一批批批批批批批 生啊 生十几个 那个 约翰卫士典他们生了 21个多少个他妈妈 一般情况下 生十几个呢 也是很正常的 但是后到了这个时间呢 就不都啊 随着城市化和公寓化的发展 人们的追求啊 酒吧娱乐的生活 都不想要那么多孩子 就开始避孕 那埃德华士继续生 他生了十一个 有两个儿子啊 这两个儿子 还有四个儿子 其他大部分都是女儿啊 但是教会听了很多负担 就是呢 反正中的呢 埃德华士开除了 埃德华士被开除以后呢 就到印第安人当中 去传福音 去讲道 印第安人当中去了啊 当然不是说没人要他啊 他愿意啊 去尝试 一些陌生人去传福音 这样子 除了这些外部的原因 在教会的四首话以外 内部有分离啊 就新英格兰公理化的末世 和纽约改革证教会末世不合啊 到底什么不合这本书上没有讲 没有讲啊 但我知道的啊 我知道的改革证教会不合的原因 有一个就是受婴儿喜的影响啊 客观上来就有广州进行会的发展啊 就是说 虽然爱德华士他们啊 强调他们持受婴儿喜 但是也强调了要成生的经验啊 你要成生 你生命的经历啊 生命的改变啊 虽然你不一定以前是强盗 变成传道啊 这么戏剧化的改变 但是呢 你也要有生命的改变 这样子的 无论时间呢 生命还够不够 大家休息一下啊 大家休息一下啊 9点 9点30过来啊 9点30分过来啊 大家休息一下啊 195点 Val 2 1 2 5 5 4 5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爱虚枉寻找虚假要到几时能要到几时能 你们要知道 你们要知道 耶和华已经 分别前承认为他自己 我求告言和华 他必听我 你们应当畏惧不可放 在床上的时候要心里思想 我求求你 他必听我 不可认为他自己 也不可认为你 有许多人说 谁能指使我们什么好处 耶和华 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 光照我们 你是我心里快乐 生活那丰收不幸救的人 我必安然躺下睡觉 因为独有你耶和华 是我安然居住 耶和华 求你 我的言语 顾念我的王 我的心啊 求你吹嘀 因为我向你祈祷 耶和华 造成你必听我的声音 造成我必向你称名 我的心已必要惊喜 因为你不是喜悦而是的神 额人不能与你同居 狂暴人不能长在你眼前 放昨年的 都是你所候的 所谎也 让你毕灭 好流人血弄归炸灯 都为耶和华 所增悟 都为耶和华 所增悟 只要我 必拼你 丰盛的 慈爱 尽如你的 句说 我 必捅 丰盛的 田原大家 我 必须尽 为你的 心 向你的 身殿下拜 耶和华 求你 应我的 丑敌 凭 你的 功于 引领我 是你的道路在我面前真能知 因为他们的口中没有诚实 他们的心里面有些恩 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 他们用舌头插美人 神把枪拟定他们的嘴 愿他们因自己的寂寞跌宕 愿你在他们许多的过分中 把他们逐出因为他们背叛了你 祝你 祝你 各位 反而讲着讲着就忘记时间了 手机往外头去了 我们刚才聊到了就是说 那个改革运动 或者美美大复兴 为什么 这个我现在掌握的资料就是这一些 改革教育的词应而喜和强调成神经验 其实这并不矛盾 因而喜它只是不是表示你得救的一生 所以因而喜会怎么表示你得救的 因而喜的目的就表示你是生于子民 你要按照神的话语来接受教等 这个意思你读一下罗马书底 你市长就知道了 礼仪 人属神是不在乎礼仪 只在乎的灵 无论是割礼或者稀礼都不能让我们得救 而就是圣灵的工作 是因性成义的工作 成神经验这个美国应该有 这个得救的确据 天主教是不强调这一点 这个在罗马书第八章 强调重生 我们的心和圣灵与我们的心同坐见证 我们是神的恩养 也就是说别人不知道 那我们的心可以经历神得救的恩养 你可以经历到的应该每一个人 应该有存神的经验 我是怎样经历神的恩养 常在这一点也有什么把握你的得救的确据 就是这个意思 这内部的真理 我当然具体的是不是 英格兰古里派和纽约改革神交换默使的真理是什么的 现在我暂时还不了解 书上也没有假 我掌握的资料比较少 第六一个呢 自由神学 自由就是说他们不把耶稣基督当成神 也这样呢 上帝也不管是的上帝 他们只在信仰上帝 这个上帝呢 只是一套教义 他们也相信灵魂永恒 过有道德的生活就够了 人类对人类社会未来非常乐观 相信人类社会一天比一天好 一年比一年 社会是经过的发展的 这个影响了基督教里头的主流思想 第七一个呢 出现了不相信三我一体的神 比如说1807年哈佛大学的校长 就不再相信三我一体的神 为什么会这样子教会学校吗 教会学校强调了学术啊 你要帮助学生掌握各项知识 要研究学术水平啊 排名嘛对不对啊 你要排名 你要排在第一啊 或者第二啊对不对 你有没有信仰排名 美国宗教学校也没信仰 哪个是信仰最虔诚的 在尽情的没有 信仰尽情怎么排名呢对不对 怎么排名 那么你要排名排在前面 要怎么样呢 学术水平嘛 你的物理学研究是最好的 全世界每年发的物理学论文 研究成果啊 主要来自于哈佛 那你说你哈佛牛不牛 当然牛啊对不对 全世界研究生啊 医药方面的啊 最多的研究论文啊 最多的研究成果 来自于耶路大学 你这耶路大学怎么样呢 他的医疗水平怎么样呢 那肯定是全世界第一的嘛 你这么排名 那么 那么你谁做大学的校长最好 是莫斯做大学校的校长最好 不是嘛 找一个学术水平最优秀的人吧 那个岭南大学啊 你中国的岭南大学 原来也是教会学校 到底二代就找了成员啊 历史学 你成员根本就不信耶稣的 他没关系 你不信耶稣没有关系 你只要不反对基督教就行 你只要不反的就 所以教会就这么堕落的 那复兴之后就没有 还有没有别的原因 我就不知道 现在我能知道的 能掌握的一些资料 就是这么多的 多种方面的原因 今天要讲一下 正点讲一下 这个成了很大的争论的问题 怀特菲尔德和约翰·卫斯里的关系 首先这两位先生 这两位先生呢 都属于圣洁会的成员 也叫寻导会 卫斯里是组长 卫斯里是组长 卫斯里呢 这个人是有强烈的领导狱 华特菲尔德是成员 他们早年呢 都是追求金钱生活的 怀特菲尔德 追贤呢 开始户外布道 到旷宫或者底层轮 去传讲福音 约翰·卫斯里呢 感到很刺惊 因为怀特菲尔德 邀请卫斯里一起去布道 他个人忙不过来 你不要在这个教堂里 是讲到这个东西 我们一起到那个旷宫 约翰·卫斯里发现去布道 他也是这方面的人才 约翰·卫斯里跟卫斯里 后来走了两条路了 约翰·卫斯里 他早年相信人靠行为成员 他天主教的那一套是吧 我要靠信心 但是呢 也要靠行为 知道吗 信心加行为 是我们的得救 就是我不光是要有信心 还要有好行为 对这样 那么他有一次他去美国 不要做什么事情 他在路上的时候 那是海上的 大风海浪 很多人的惊慌失措 但是有几个人 他们在船头 在祷告 没什么事 很平静 很淡定 约翰·卫斯里就很刺激 他说我们也是信耶稣 你信耶稣 你信耶稣 我们怎么信耶稣 你信耶稣 我们怎么信耶稣 你信耶稣 你信耶稣 我们怎么信耶稣 他说他们是穆拉维亚兄弟会的 他们准备去美洲 我到他相信神一点会看过他们 哇 又要问世里 他说 他说兄弟 你有没有得救 穆拉维亚兄弟会不知道 如果耶稣基督再来 现在来 叫你 请问你有没有把握进天堂 又要问世里 问问了 有把握 虽然我一直在追求金钱的行为 但是我 没有确定的把握 我一定能够进入天堂 你要好好地悔改 你要认识这位神 那个 穆拉维亚兄弟会的人 就跟他从来讲福音 他发现我要跟他们一样信 甚至能有自由意志 神能合作 那为什么呢 就跟穆拉维亚兄弟会的人 就关系很亲近了 关系很亲近 然后他就接受了他们这套教育 但是呢 穆拉维亚兄弟会的人 就反对教会的体制 不需要搞什么教会 信耶稣就行了 搞什么教会 也不需要什么神 圣灵 圣灵都是多余的 尤其是你圣工会的 这个 约翰卫斯林就受不了了 因为约翰卫斯林 当时一直很认可 因为喜 他死的时候他都认可的 然后呢 认可圣工会的这个教会体制 也没有问题 我是觉得你们生命很好 跟着你们学习 其实另外一个 约翰卫斯林 他认为很强的领导狱 他一定要做领导 他跟穆拉维亚兄弟会的 穆拉维亚教会领袖 忘记他名字了 他就不愿意受他的领导 那些人呢 也不愿意接受 圣工会的这套体制 然后呢 约翰卫斯林呢 就跟 穆拉维亚兄弟会 就分开了 但是呢 他就接受了 穆拉维亚兄弟会的那些 神龙合作 按理念的那种信仰 神学原则 但是呢 他接受圣工会的这种 广理形式 这种组织形式啊 他就形成了一个 卫斯林中 或者叫寻道会 就寻道会 卫斯林的寻道会 那么怀特菲尔德呢 怀特菲尔德的步道的过程呢 他喜欢研读圣经 他很厉害的圣经注释 跟着马特菲尔德圣经注释 就研读圣经 那走进另外一条路了 就感觉是这条路了 在约翰卫斯林的错误 发过文章给大家 在群里头 在微信群里头 大家还没看到 就是 怀特菲尔德 血性格 鲜卑 甚至还称呼到 卫斯林为弟兄 对不对 你这么的是错误的 你这样就论的 约翰卫斯林有一些 算是穆拉维亚 人可以完全的圣洁 在世界上面的时候 可以完全的圣洁 对 然后他认为 约翰卫斯林是亵渎了 上帝的爱 是亵渎了爱 然后怀特菲尔德 就很柔和前辈的过程 不是这样子 我证明给你看 约翰卫斯林就没有回答他 因为约翰卫斯林的圣经的装备 不怎么样 是吧 他的圣经装备远远不及怀特菲尔德 他是受人的影响 看到了那种生活当中的平安 很愿意这样子 那卫斯林相对于怀特菲尔德 他擅长于领导 两个人都擅长于布道 两个人都擅长于布道 但是约翰卫斯林更擅长于领导和组织 每到一个布道的地方 他把12个人分成一个小组 然后里面论命一个组长带领他们 然后在这组长的基础上面建立一个教会 建立一个教会 那怀特菲尔德有些不擅长这些东西 他就把它布道了果子 有一部分没有教会模样的 他就搅滚了约翰卫斯林的巡导会 以至于巡导会有两部分 一个是改变成的巡导会 一个阿明念的巡导会 或者叫卫斯林的巡导会 改变成的巡导会就是很少的一部分人 就可能继续持守 怀特菲尔德给他们的交统 可能有二十个人三十个人聚会的教会 是这样子的 卫斯林影响了全世界 它有几句名言 我不知道大家没听说过 同学们 一个是世界就是我的 全世界都是我的布道所 这句话好不好 好不好 好 全世界都是我的布道所 但这句话是错的 大家知道为什么是错的吗 主耶稣基督讲 你们要向万国万民去传福音 分圣福圣子什么 这句话是对全教会的人讲的 是对全教会的人 保罗他的使命是干什么 他有没有说全世界就是我的布道所 他说我是外邦人的使徒 彼得是什么样的使徒 彼得是什么 彼得是受格力人 是犹太人的使徒 对不对 多玛是印度人的使徒 西门 还有那个富瑞党的西门 和那个马可 他是北非 他是埃及人的使徒 因为为什么呢 这个大使命是交给谁啊 交给整个教会的 而不是交给你卫士尼 或者说张牧师 李牧师一个人的 张牧师李牧师 或者说你只能在某一个地方 某一群人站在 真顶布道 因为你不能够分身嘛 对不对 你去到这个地方 卫士尼就说 全世界就是我的布道所 他是没有什么家庭观念 家庭观念是很淡薄的 然后家庭观念很淡薄 那么他的教会是什么教会呢 他今天在小组啊 下面不是家庭 教会 教会下面呢是小组 不是家庭 有很多的小组啊 这种我们所熟悉的啊 包括师父登也是这样子啊 有姐妹团契 妈妈团契 地形团契 矿城团契 什么团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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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注意就没有了 因为他常年在外 他老婆呢 有点嫉妒心 你说哪一个 哪一个 不要说他老婆啊 天下哪一个女性 能够容忍自己的招呼 给别的女的 显现的是暧昧 卫视里的熟悉 现在还有证据啊 跟其他的姐妹 也挺暧昧的关系 讲话啊 你过分 你们听我讲过那个 那个是不真的事情 是不真的 他长到以后充满了热情啊 所以有些姐妹呢 就跟他自毛衣 送给他不要 我已经有老婆了 你的毛衣给你自己啊 然后呢 有些姐妹呢 还送别的小礼品 不要你拿回去 人家就说 小礼物啊 有什么关系 不行 我不能给你有任何啊 什么样的 胡思乱想的机会 那就不要 所以 是不真的怎么样呢 他们夫妻恩爱 哪怕是不真的他的老婆啊 癫痪在船上啊 是不真的为他老婆写诗啊 安慰他 为什么这样呢 要恩爱夫妻嘛 那么卫视里在外面呢 就是一起写信了 他妻子就受不了了 而且暧昧的话语 一听就知道这么的 已经超越了弟兄姐妹的关系了 你嫉妒啊 嫉妒是很正常的嘛 然后他们两个就离婚了 就没有好的见证 跟牧师离婚 牧师离婚有什么好见证啊 你说 但是 卫师离建立的这种服饰方式啊 小组才小组工作啊 影响全世界 特别是影响华人福音派教会 就把家庭给做一几回来 比如说一个家人本来有爸爸 有妈妈有儿子 儿子呢正主流学 爸爸呢正地形团体 妈妈呢正什么 姐妹团体啊 如果家庭怎么牧养呢 没有家庭敬拜 传统的改革的教会是强调家庭敬拜的 知道吗 爸爸在家里面牧养 儿语 那么现在爸爸就省心了嘛 反正我做事 卫师离这个服饰方式 为什么说得起来 因为世界从卫师离以后啊 刚才讲的 第一次公益革命 包括在英国啊 第一次公益革命啊 第二次公益革命 包括在德国 那么全世界 特别是欧洲国家呢 开始公益化和城市化 公益化和城市化 人呢就应用城市里头啊 家庭呢就越来越缩小 原来的家庭怎么呢 就是大家庭的 爸爸下面有十几个孩子 对不对啊 包括卫师里的妈妈 二十亿个孩子 对不对 那就是爸爸来牧养这些家庭嘛 妈妈在这边 啊 你看大概 大家看后来的电影 小 视频那个叫小鬼当家嘛 第一代小鬼当家 家里面多少个人 小鬼当家的第一幕 小鬼当家 他家里面几个人 小朋友家几个的人 你听不见啊 我不知道 你没有看过小鬼当家吗 那个美国拍的 那个片子拍的第一次拍的 大概是1980年代以前啊 一个家庭里的美国家庭 一般是七到八个孩子啊 七到八个孩子 他们兄弟俩呢一十五个孩子 那个小鬼当家第一大 到了第小鬼当家第四个了啊 小鬼当家家里 这两一个孩子 两个孩子 现在每个平均是一个家庭是1.6个孩子 现在啊 更少了啊 到了2018年的时候一个家庭是8.1个孩子啊 现在2008年是2.1个孩子 2022年2021年是1.6个孩子 现在美国啊 就啊 玉航卫斯里他们啊 爱德华兹他们一般情况啊 之前呢十来个孩子是很正常的啊 十来个孩子很正常的 我讲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这是家庭的衰落啊 那么卫斯里这种事工方式 所以教会的喜欢越来越多啊 越来越多 就不再强调家庭的重要性 也不再强调家庭敬拜啊 家庭牧阳 而是强调了小祖事工 小祖事工 教会里头 莫斯会煽动很多人来啊 这里啊 姐妹团气缺少人带里面 谁愿意来呢 对不对啊 呼召人呢 对啊 我们就叫早晨礼修祷告 谁愿意呢 教会里头饭食 谁愿意呢 小祖呢 这样子对不对 那就强调就是 这一个啊 那么呢 我个人啊 首先我说明这是我个人的 约翰·卫斯里 他将阿米尼人 推广到一种全球的信仰 原来阿米尼也有影响 但是呢 没有像今天这么广泛的影响 主要影响的是 约翰·卫斯里推广到群情 这像大家 不要小看他 不要小看他 这像亚哈 北国以色列在繁荣的时候 在繁荣的时候呢 是亚哈的时候 第二次高峰呢是 伊罗伯尔阿斯 亚哈 不要看亚哈 亚哈 我们今天读圣经了 你读圣经的时候 你们跟我学过 教会历史 亚哈帝国啊 是最繁荣的时候 怀特菲尔德呢 就像玉拉斯 他跟亚哈是合作的 一起呢 就跟男嘉男人 这就是我的一个评论 你要透过历史看历史 透过历史看的事情 我打算吃 这露西 比如说 露西你刚才举手什么事 老师听也听得到吗 是啊 就是说不是约阿斯 是约山法吧 约山法 约山法 我记错了 约山法 我真的把约阿斯给约山法 是我的错 约山法 跟那个怀特菲尔德 就像约山法一样的 我改一下 对不起 约山法是个好 是个好王 是个好王 亚哈呢 就不是个好王 但是他两个人合作 就是约山法 认可约翰威斯里 但弟兄 后来一起去攻打那个 攻打那个叫什么 我叫攻打那个 攻打那个亚兰帝国 是这样子 那么你 你我都是弟兄嘛 这就是我的看法 不是要求你们是这样子 最后一个结论部分 我是不认可阿里年主义的 我认为他是北国以色列 我也不想跟他争这个东西 我们是南国犹大 他是北国以色列 好 最后一个题目 实际上呢 最后一个题目呢 就是名词解释 这名词解释呢 就是把我们新的学习内容呢 串在一起啊 自然神论呢 同学们年纪小的同学 都会听起来有点累啊 听起来有点累啊 我给大家讲解故事 讲解人的名字啊 比如说我们的啊 洛克啊 今天在基督教生活里头啊 知识分子里头 比较受欢迎的洛克 实际就是个异端啊 我们说的科学家牛洞啊 就是个异端啊 我们很喜欢欣赏牛洞啊 哎呀 牛洞也是个科学家姓神啊 是的啊 他是姓神的 你不能够否认他 不信耶稣啊 但是呢 他相信的耶稣 跟我们信的耶稣不一样啊 他是自然神论的耶稣啊 包括美国总统啊 那个华盛顿啊 一辈子都不去教会的啊 华盛顿一辈子都不去教会 还有那个托马斯潘恩啊 美国建国啊 建国的元首啊 美国人呢 从英国独立起来 就是托马斯潘恩 现在还有个小册子叫常识啊 叫常识 他们呢 还杰弗逊啊 美国第三任总统 都是神训方面都是一端 那么什么 为什么说什么是一端 还有啊 法国的思想家福尔泰 孟德斯丘 卢梭啊 都是自然神用啊 他认为神创造了整个世界 没错啊 我们相信神创造了世界 但是这个神呢 不管有护理整个世界 这世界呢 进行闹钟一样的啊 随便发展 托马斯潘恩 有句名言 我相信有一个上帝 没有别的 没有别的神 但是我不相信是犹太教会 罗马教会 希腊教会 土耳其教会 基督教和我所知道的任何教会所宣布的 性经和信条 我的头脑就是我自己的教会 所以这些人呢 就不参加教会聚会 华盛顿你看看 你尝一下 华盛顿一生来过教会吗 托马斯潘恩来教会吗 卢说福尔泰 圣经将来要进入博物馆的 就是福尔泰 卢说 我的人都充满了爱 我的心都充满了爱 他爱什么呢 爱什么 他生了四个孩子 全部放在呢 全部放在古尔月里 你名字都没有去 你名字都没有去 他说我对人类充满了爱 自然神的呢 就这种东西 今天啊 许多你可以到美国啊 去拜访韩德基督 你信什么 当然信神 我是基督徒 当然我想不信神的 那么你最近怎样过教会生活的 没有 我现在很忙 我没去教会 这是很礼貌的肯定 谁在古自己不想去教会 你读圣经吗 我很想读圣经 我相信有神 我心中有神就行的 自然神的 一方 一方 你们美国人 89%的人都是基督徒 你在教会里 每人进行会 我们美国进行会 我不是支持美国进行会的意思 我没这个意思 我是长老会背景的人 他有一句名义 我现在听了 我们美国进行会有多少成员 不知道 不到我不知道 就是美国联邦特工也不知道 他为什么说这句话 他为什么美国联邦特工都不知道 他我想不知道 因为这些人不来教会 他相信的神表面上也叫耶稣 也叫耶和华 但是他不是圣经里的启示的 那会是 是吧 不是圣经启示的 那个耶稣基督 是吧 他没有生命的 就这么会是 但是我笑了 因为有这种说法 美国有什么美国联邦特工都找不到 你别说我们找不到 这是很可怜的观景 我们在看什么叫唯理主义的 我也不跟大家讲得很深了 唯理主义 我在生活当中 我给你描绘一下 就相信人的理性 刚才我给你讲理性高于感光 我的理性是最重要的 你要让我明白说服我 我比我社会逻辑思维 训练比你高 你听得懂 你听我的 听不懂也是听我的 因为你没有社会逻辑训练 你跟着感觉走的 你的感觉要顺服服从我的理性 人类可以计划的 人类的理性具有无穷的可能性 你看一切科学 证明都在理性 或者说理智的演义就是上面的 那么我们相信人类的知识 具有无穷的可能性 你看哈佛大学的一个标志 以前的两本书 打开一本书观照 什么意思 就是说上帝有三本书 一本书是圣经 一本书是大自然 还有一本书是什么呢 奥秘的东西 这句话就是生命纪二十九成二十九级 未写明都是属于耶和华 写明都是属于人和他的子孙 但哈佛大学把这三本书 没有什么魅力 只有暂时的 马克思越军名义 全部的知识分为两者 现在熟知的一个位置的 现在我们处于必然世界 然后我们要进入自由世界 人类可以掌握全部知识 一切皆有可能 大家看到没有 那个耐克的那个鞋子的广告 一切皆有可能 还有那个叫什么 乔丹的鞋子的广告 Icon 我来就是中复的 就相信人类具有无限可能性 不要为自己设限 看到没有 你听说过这句名言 你不要为自己设限 你一切皆有可能 所以人类可以设计一个完美 或者接近于完美的制度 这是共产主义时候 如果有两个方向 一个是向左的 一个是向右的 德国国家社会主义 就是向右的 就拉出向右 那是要把德国的私益力降到零 让每一个德国家庭里头的人 人人家庭都能买得起小车 高速公路是德国人秀的 不是中国人秀的 我们知道的 大众的汽车 我想叫大众 就希特勒 让每一个德国人买得起汽车 所以甲克城汽车 人类的疯狂 就来自于人相信自己 具有无限的可能性 人类的理性 具有无穷无尽的价值 所以我们不但发掘个人的无限前任 我们同时能够产生社会的无限前任 就是社会主义或的共产主义 人类的理性 是认识真理的唯一的手段 理性的核心就是科学 科学共产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 科学什么类的 科学的核心就是数学 前苏联的数学 叫运筹学 就是把数学运营到经济管理中 获得了诺贝经济学奖 你信不信 你相不信 下次再给你吹油 你猜一下 前苏联的运筹学 就是运就是运动中运动 就是把数学和经济管理 和路贝 路贝经济学奖 我们国家没有计划经济 从来就没有计划经济 只有命令经济 计划经济是用数学头脑去做事的 知道吗 命令经济是要你做什么就做什么 不做什么你签招 对不对 我们从来没有命令经济 以后我这不讲经济学的 我的意思是说 理性的狂傲就是这样子 也叫理性主义 理性的狂傲 在教会这里就是讲道理 讲道理过程全部是讲道理 但是一次神学一套又一套 没有任何见证 没有任何故事 全部是这样 这就是理性主义 不相信上帝超自然的护理 不相信上帝的预言 全部是道理 一道道都得推 就是教会受世界的理性主义的影响 是这样子的 那默默学院我给大家讲过了 默默学院就是 这个腾伦特默士带着四个儿子 把那个学院加上十五个年轻人 都把他们培养成为了下一代的默士 这个意思就不重复了 北安不重复呢 其实就是讲的那个爱德华治 默默教会的地方 后来被开除了 后来被开除了这个故事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 这个就不重复了 变神赐福给大家 大家也没什么疑问 都没打喝水吧 是不是 有没有人听到打喝水 我们有时候想跟大家互动一下 比较困难吧 比较困难 没有打喝水 没有打喝水 好 感谢上帝 都听懂了吗 再一层 你年纪比较小一点 听懂了吗 各位同学 听懂了 听懂了 感谢上帝 最重要的是熟悉圣经 我们做结束祷告 天父求主赐福给我们同学 希望他们听得有趣味 能够愿意在老师放下课程以后 他们愿意去查考 去读书 去运读各种资料 愿主能够带领他们 有兴趣进一步去追求去学习 这就是教学的成功 如果他们厌倦这个课程 不想再学了 碰子入股的话 教学就是失败的 愿主带领和帮助他们 祷告奉耶稣基督做圣的名字 阿们